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了这体相用三个字 假如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研究的话 这三个字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种哲学方面的研究的一个方法 体呢 就是可以讲是本体 相就是一个外相的一个象征 用就是作用 就是作用 举一个例子来讲起来 这个像我们做这个钟 钟就是敲 那个庙里面那个大钟 大的很多钟 那么钟本身来讲起来 是以铜 以铜 作为它的体 它本来它的元素就是铜 去铸造的 它的外相就像一个钟 一个钟一样 这么大的一个钟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敲起来会 当会响 这个当就是它的作用 体呢 就是铜啊 外相就是钟啊 敲起来会响 就是它的作用 我们研究这个佛法 经常用这三个字啊 去 这个给它分析 分析这个佛法 你这个一研究进去的话 就很清楚 很简单讲啊 我们打鼓也是一样啊 那个鼓啊 这个鼓本身的体啊 是皮 皮 赖皮的皮 就是皮 那么它的相 就是一个鼓的 圆圆的啊 一个鼓的这种形 敲起来就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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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它的作用 体相用 这个比喻很多的 你用之以很多东西啊 都是可以用 像盖房子 这个 在美国的房子 很多都是木头造的 在台湾的房子 都是水泥造的 那么盖房子水泥啊 它本身 它的这个体啊 就是土 土 就是它本身的体 那么外相呢 也是土的这个外相啊 这个像沙一样的 这样的外相 水泥本身的作用啊 它的用在哪里啊 它会凝固 就是它的作用 就是它本身的用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东西啊 你用体相 用 好 给它 放进去 给它分析 就很容易明白 像这个table 这个桌子 table 这个chair 它的体啊 我们一看它的体 就知道是木 木 木头的木 它的像呢 就是一个table 一个桌子 它的作用呢 大家知道了 你这个 可以在上面写字啊 上班啊 用你的桌子啊 它很多 还有抽屉啊 可以用 这就是它的作用 我简单介绍这个体 像用 差不多大家都可以明白了 什么是体 什么是像 什么是用 其实应用在佛法上啊 很好用的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应用在佛法上很好用 我们常常讲这个法身啊 报身啊 应身啊 那个佛有三身 法身啊 报身 应身 法身啊 就是体 报身啊 就是像 应身啊 就是用 体像用 体像用 你现在啊 大家明白了 体像用 法身啊 它本身是一个 原来的这个佛啊 如来 真如的这个 元素 它要表现出来的时候啊 成为一尊佛像出来了 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它就是报身佛 它就是报身佛 它显现出来阿弥陀佛的形象 那么这个就是报身佛 那么阿弥陀佛在转世呢 到人间来了 这个就是作用了 这个就是作用 就应用了 它就开始说法了 这个就是它本身的作用 这个就是应身佛 那么法身佛 报身佛 应身佛 你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解 都可以了解很清楚 所以我常常讲嘛 这个在天上 大日如来 就是法身佛 那么它化为莲花童子 就是报身佛 就是报身佛 就是应身佛 就是应身 目前在这个沙坡世界它产生一种作用 它的一个作用出来了 它本身来讲起来它就是应身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那个电灯 电灯 这个日光灯 它的体是什么呢 电就是它的体 没有电一切都免弹 电灯一定要电 没有电电灯 电灯炮做什么用 没有用 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电就是它的体 日光灯 好 现在这个日光灯在这里 日光灯本身来讲 就是它的相 光明 发出来的光明 就是它的作用 就是体相用 体相用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这个 像我们做父母 要讲做父母 体相用在哪里 体是本尊 你要邀请本尊来 你做父母就是供养本尊 体本身就是本尊 这个护母炉 护母的供品 就是相 你做完这一谈护母以后 做完佛供以后 产生的习灾争议 静爱降伏的这个作用 就是用 体相用 所以这个佛法里面 你在用哲学 体相用 去给它分析 它都有它的这个道理存在 我们邀请本尊来 我们邀请本尊来 那么本尊是体 它是无形的一个体 你做护母 在这边烧护母 这个护母 这个就是相 你在做的这些都是相 产生的作用 习灾啊 这个争议啊 敬爱啊 降伏啊 就是它的作用 体相用 现在你研究经典了 你研究每本经典了 佛说的这些经典 你要用这三个字去研究 什么是这本经的体 什么是这本经的相 这本经的作用是什么 这种研究佛法 体相用 一定要用得到的 这个 大家有一点哲学的这种概念 什么是本体 什么是外相 什么是作用 你用这个方法去研究佛法 就非常有它的妙用 感谢观看